好,感謝主大家早晨,Online的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我們來看羅馬書的第四章 分段可以是一到八節是一段 然後九到十二是一段 最後就是十三節一路去到最尾,二五節是一段 第一個大段落,一到八節其實是講的一件事 就是因典比罪大 因典怎樣去大罪呢?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第一個大段落的我給他的題目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到八節 他説,如此說來我門的祖宗阿伯拉罕憑著肉看得了什麼呢? 倘若阿伯拉罕是因行為清義就有可誇的 只是神面前並無可誇的 經常說什麼呢?說 阿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造功的得功的,不算恩典,乃是蓋得的 唯有不造功的,只因信那只信清罪人為義的神 他的信就算為義 正如大為那再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有福的 他説,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在說什麼呢?第一節一開始的時候 他説,如此說來 如此說來,其實就是總結前面的說話 然後再帶下來,再做一個更深的解釋 如此說來,前面在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第三章的後面那裡 他說的二十八節 所以我們看定了,人清義是恩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所以人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義人,不是在乎他可以進行律法 乃是在乎那個信 因為根本沒有人可以守到律法 如果守律法才稱為義的話,那就是連一個義人都沒有 但是在神的眼中,在聖經裡面也都明明說到 有些人是義人,那這些義人是哪裡來的呢? 很明顯就不是靠進行律法 因為進行律法根本就行不通,死路一條 就好像以色列人領受這個十戒一樣 十戒都沒有落到山下面,其實下面已經守不住了 所以第一次這個法版臨到以色列人的時候 摩西就將它扔碎了,因為根本守不住 所以再來的時候,都是一樣的 以色列的歷史就告訴我們 根本我們人是沒有辦法可以進行到神的律法 所以靠的是什麼呢?是靠的信 這個義是由信而來的 所以第四章的第一段落就是再解釋 為什麼這個義是從信而來的呢? 所以它就有這個 《如此說來》這句說話的出現 《如此說來》 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 憑肉體得了什麼呢? 其實這是一個問號句 就是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 他的肉體上面得到什麼呢? 意思就是他並沒有得到什麼 是不是? 阿伯拉罕他的肉體上面得到什麼呢? 他的肉體會帶到什麼來呢? 所以這個位置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其實阿伯拉罕應該得到什麼呢? 神祝福他,神說你要成為大國 你要成為萬國之父 萬國必因你而得福 你的子孫要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的眾多 這個就是他所領受神給他的應許 但按照他的肉體究竟得著了嗎? 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時空拉回阿伯拉罕再世的年代的時候 因為肉體所指的就是我們肉身再世的時間 那他的肉體究竟得著什麼呢? 他是不是在他肉體的時候 就是在他在世上的時候 他已經成為了多國的父 萬國之父 然後他的子孫多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眾多呢? 事實上並不是的 我們都見到阿伯拉罕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他一百歲的時候才生以撒 那算上以撒在內 其實到以撒出生的時候 加上以撒瑪利 都是出錢兩丁 都只有兩個兒子 那怎會是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這樣呢? 所以在肉體上面 他並沒有得著什麼東西 在他在世的日子裡面 其實他的應許還未完全成就 最多只是看到一個影 但是這個影都是憑信心才能看到的 所以保羅在這裡所說的就是 阿伯拉罕憑著肉體得著什麼呢? 在他在世的日子裡 他得著什麼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他說如果阿伯拉罕是因為行為清義的 就有可誇的 只是在神的面前並無可誇 所以阿伯拉罕自己在神的面前 都不能夠誇口說他自己有什麼本事 是因為他的行為 所以他配得成為萬國之父 不是的 沒有的 他沒有做過任何的事情 可以是超越在世人之上 他也沒有做過任何的事情 可以在君王之上 他一生人做的唯一一件偉大的事情 被聖經記錄下來就是搬屋 搞移民 從這個吾爾出來 移去應去之地 這個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工程 因為他走了一段很遠的路 除此之外他做過什麼呢? 其實你又數不出什麼的封公遺跡 事實上你說在當時的世代 那是否千里條條地搬出去 那就可以偉大過 吾爾裏面的人 偉大過世界上的文明呢? 又不覺得是 但問題就在這裏了 所以他沒有東西可以在神的面前自誇 甚至 當然我們今天可以說 不是啊 阿伯拉罕 他是以色列的先祖 是很偉大的 沒有他就沒有以色列 沒錯是 但我們又想回頭 阿伯拉罕之所以成為以色列的先祖 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嗎? 是靠他的肉體嗎? 其實他就是生來生去都生不出 所以神 但是一個生來生去都生不出的人 神跟他說 他的後代要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眾多 而如果這件事情成就 其實所靠的都不是阿伯拉罕肉體上的能力 因為他根本就是生不到 他一直都是生不到 所以其實是神跡來的 也就是說根本就是靠神 所以第三次就是 經常說什麼呢? 阿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所以其實阿伯拉罕成為一個義人 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事 不是因為他自己有什麼本事 有什麼能力 是因為他信的 就算我們回到剛才說的 那個阿伯拉罕偉大的移民工程 這個移民工程為什麼會產生的呢? 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嗎? 不是喔 其實都是神感動他 他就是跟著神 神就告訴他 向那個方向走 他就向那個方向走 神告訴他走到哪裏 他們走到哪裏 神指示給他看 這個應許之地是哪裏 他就向那個地方進發 所以其實他是一直跟跟跟跟跟跟 這個跟的過程裏面 就成為了一件非常之偉大的事情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是 為什麼他會跟跟跟著神走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相信神是那位創造天地永恆的神 所以歸根結底的話 他就是因為信的緣故 所以他就成為了義 這個就是保羅那個邏輯 他說造工的得功甲不算恩典 乃是蓋得的 如果我們是憑自己的能力做了些東西 然後換取了這個義回來 換取了神那個恩典回來的時候 這個不算是怎樣 因為是我們自己賺回來的 是不是? 那麼那個恩典呢 也都顯不出是恩典了 這個就是保羅那個的邏輯 所以在這裏呢 我們都看到一個觀念 就是義和恩典呢 是好像一個媽媽兄弟那樣的 就是當你是一個義人的時候 你就會承受恩典 這個恩典是因為義而來的 那問題就在這裏 那義是哪裡來的呢? 這個就是保羅其實很想講明的一件事 所以他就說這個義不是我們 作工得功甲這樣去賺回來的 義是我們賺不到的 因為我們所做的事情根本就是不義 我們所做的事情根本就是 世人是沒有行義的能力的 當然這個義是怎樣去define呢? 其實這個義就是 我們能夠做到神要我們所做的 這個就是義了 這個定義呢 這個定義呢 我們要搞清楚 不是只是行善做好事這麼簡單 而是那個行善和做好事 是不是可以達到神的標準 和按神的心意來做 這個就是義了 如果我們能夠按神的心意 去行善的話 達到神的標準的話 這個就是義了 所以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假設 我們有能力可以守住十戒的話 我們就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是一個義人 但是問題就是根本 歷世歷代就沒有人可以守到律法 所以那些義人的義就是從另外一個途徑而來的 第五節就說這兩天 唯有不造工的 只信 稱罪人為義的神 他的信就算為義 既然你做不到 那就不是靠做了 而是靠信那個 稱罪人為義的神 這個信就算為義 所以當你信神的時候 他就算你為義 什麼意思呢 我想這裡我們要平衡的就是 不是說我們只信 因為前面其實保羅都有說過 你的信也會帶出那個行為 所以其實我們的行為是有不足的 但是我們信 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因為我們的信 雖然我們努力 我們盡力做 但是我們力有不低 我們每次都做不到 不過那個信就踏夠 我們做上面做不到 做不到的地方 這個就是那個真正的信的意義 而不是口誇其談的說信 但是我們行為上生命上沒有改變 而是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生命在那裡改變 只不過呢 改來改去都沒有去到那個完美的標準 但是呢 不完美的地方 就有這個信 你們去踏夠 我舉個例子 你就會明白了 有一個小朋友 他讀書 考試 發現呢 他屢次都不合格 每次都不合格 每次都差點 每次都差點 但是呢 他很努力 他很盡力 然後呢 他又很相信 很相信老師所說的 爸爸媽媽所說的 他就因著爸爸媽媽告訴你 你是可以的 爸爸媽媽鼓勵他 他就很盡力 很盡力 那你覺得爸爸媽媽 看到他這麼盡力 又這麼聽話 又肯相信爸爸媽媽所說的話 但是他肯定是差點 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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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究竟你會責罰他 還是給他恩典 可能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的小朋友 是這樣的 我為了避免他沮喪的時候 我都聽過有些家長是這樣 雖然他拿那個考試卷回來 是不合格 但是呢 媽媽媽在旁邊 拿另一張紙 寫一百分給他 告訴你 其實你已經一百分了 就是 那個意思就是 沒錯 我們的能力是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們只要我們相信神 我們願意向著這個方向繼續走的話 神就算我們夠 其實我們是不夠的 但是神算是夠 這個就是 信心答救 那個的信才是真真正正的 那個意之所在 所以原來 意不是靠我們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們能力不足 但是呢 因為我們願意去信的時候 神就保我們的不足 思想救恩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其實是不行的 我們其實是不配的 那我們做不到的地方 那怎麼辦呢 耶穌來答救 耶穌來保祝他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 恩信清義背後的道理 是因為這個信就稱為義 連戴衛 他就舉了個例子 他說連戴衛 都是稱那個 在行為以外蒙神 算為義的人有福的 戴衛怎麼說的呢 他說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 者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的 者人是有福的 我提了兩個 者人是有福的 者人是有福的 但是都是指著一個東西 就是 罪被赦免 罪被遮蓋 不算為有罪 這樣的人是有福的 而這個呢 其實是引自《詩篇》《三十二篇》 《一對二知》 《詩篇》《三十二篇》 那個背景是什麼呢 就是戴衛什麼時候寫這個詩篇的呢 就是戴衛殺了烏尼亞之後 當他殺了烏尼亞的時候 其實他犯大罪 得罪神 是不是 因為幾樣東西加在一起 是不是 如果你數十戒的話 他真的不知道犯了多少戒 首先 貪圖美色 貪已經破了破戒 打破了十戒 然後流無辜人的血 不可殺人 這一條又中了 然後 還要搶奪別人的妻子 如果你這樣數下去的時候 其實他破了很多戒命 但是呢 他在神的面前悔改 認罪的時候 神赦免他 所以你讀大衛的詩篇 看大衛的記載的時候 會很特別的就是 他有一段時間 很懊悔 在神的面前 就是認罪 悔改 但是當他知道神已經赦免他的時候 他就起來 他不單止起來 他還在他的書信 在他的詩篇裡面 還要說到 完全的人理與完全代他 正直的人理與正直代他 就好像他 在他的眼中 他從來沒有犯過罪一樣 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他經歷神的赦免 所以他知道 這樣的人是有福的 他也知道 自己不過是一個罪人 怎樣計算都好 他都不可能是一個異人 但是神卻是 屢次地祝福他 甚至到最後 神都不停地說 但願每個人都將他的伯仁大衛 到最後 神給大衛的評價 都是非常之高 為何會是這樣 所以其實大衛心裡面 清楚明白 他不過是一個罪人 而且 他所犯的罪 根本不輕 不少 但是 神赦免了他 將恩典給他 所以他裡面的感恩是大的 因為他知道 不是靠自己的行為 能夠賺取的 不是他靠自己的行為 可以得著神的赦免 而這個赦免 純粹是恩典 如果不是的話 大衛做些什麼可以 屬他的罪呢 其實 人都已經死了 借刀殺人 你已經殺了烏尼亞 相對來說 烏尼亞被他有義 你殺了一個疑人 搶了別人的老婆 你說 你還有什麼可以 屬別人的命回來呢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 神就赦免了他的罪 所以 這個就是那個恩典 我們就看見 這個恩典 肯定不是靠行為而來的 乃是 純粹是神的恩典 這個恩典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因為信 但是 當我們講到這裡的時候 都好像很模糊 這個信究竟是怎樣 不要緊 我們再看後面 我們就會明白了 因為保羅的東西 一直加上去 加上去 首先 這個第一個大段裡面 讓我們知道 恩典比罪更大 這個恩典 不是我們配得 不是我們靠行為所賺取回來的 這個真是 純粹的恩典 而且這個恩典 大到的地步 勝過罪 所以這個就是 大衛生命上面的經歷 其實也是你和我 今天的經歷 神將那個救恩給我們 不是我們因為 我們生得特別帥仔 或者我們做了什麼 沒有 純粹是神將恩典 敲灌下來 而這個恩典 大到的地步 足以勝過罪 足以來去 射免 逃抹 遮蓋一切的罪 這個就是恩典 是因為這個恩典 也因為我們相信神 這個恩典 臨到我們 所以我們的信 就將我們 變成二人 這個就是恩信 清義 好 我們再看第二個大段落 我們看九道十二節 我們先一齊來讀 如此看來 這福是單家給那受國禮的人 不也是家給那未受國禮的人 因為我們所說 阿伯拉罕的信 就算為他的義 是怎樣算的呢 是在他受國禮的時候 是在他未受國禮的時候 不是在受國禮的時候 乃是在未受國禮的時候 並且他受了國禮的記號 他作他未受國禮的時候 恩信清義的印證 叫他作一切未受國禮 而信之人的父 使他們也算為義 又作受國禮之人的父 就是那些不但受國禮 並且按照我們祖宗阿伯拉罕 未受國禮而信之終即去行的人 好了 所以這一段是更加去講那個信 這個信是什麼呢 所以我給這一段的題目 就是信心在國禮之先 信心在國禮之先 其實第九節一開始 他就說如此看來 你看到兩段是平衡的 第一節是如此說來 第九節就是如此看來 這樣說這樣看 怎樣看呢 如此看來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阿伯拉罕是蒙福的 正如大衛是蒙福的一樣 這個福 這個祝福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祝福是否只是給受國禮的人呢 其實都給那些未受國禮的人 為什麼呢 其實這一段就是要解釋 這個恩典之所以來到是因為信 這個信究竟是什麼呢 為什麼信一定是大過這個行為呢 所以他就說 我們所說的阿伯拉罕的信 就算為他的義 是怎樣算的呢 在他受國禮的時候 還是未受國禮的時候呢 保羅就問了一個邏輯性的問題 那 究竟阿伯拉罕是何時算是一個義人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是這樣問的 阿伯拉罕是何時算是一個義人呢 是他受國禮之前 還是受國禮之後呢 如果按照律法主義來看 按照法器賽人來看的話 如果真的行國禮成義的話 應該就是說 阿伯拉罕未受國禮之前 不算是一個義人 阿伯拉罕是受了國禮之後 才算是一個義人 但是聖經上面 是不是這樣說的呢 阿伯拉罕是何時行國禮的呢 是他離開吾爾之前 還是離開吾爾之後呢 如果是離開吾爾之後的話 那他離開吾爾 到他行國禮中間那一段 他是不是義人呢 這個就是 保羅所提出的那個挑戰 如果他不是一個義人的話 為什麼神又要特別眷顧他 帶著他走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如果他是一個罪人 他是一個不義的人 神為什麼會挑選他呢 神為什麼又會帶著他走呢 所以如果神挑選他 神帶著他走 其實就是說 在吾爾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在阿伯拉罕的年代的時候 全世界這麼多的人 神偏偏單單 挑選了阿伯拉罕 然後將他帶離開吾爾 走一條熟天的道路 去到神給他的應許之地 他一生與神分不開 其實他這一段的旅程 是與神同行的 這一段的旅程 不是他自己一個人走 這一段是一條熟天的道路 是一個神拖帶著他 手拖手一起走的 所以這個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都是一個 跟神之間的一個浪漫的旅程 在這個旅程裡面 神跟人同行 問題就在這裡了 神可不可以跟罪人同行呢 其實神不願意跟罪人同行 與神同行的人 必定是異人 但是這個異是哪裏來的呢 是受國禮之前 還是受國禮之後呢 如果我們說是受國禮之後 他才被稱為異人的話 受國禮之前 他起行的那一段 又怎麽解釋呢 你就解釋不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這個就是保羅所提出的 那個argument 就是那個辯論點就是這裡了 究竟是受國禮之前 還是受國禮之後呢 他當然了 他接著就自問自答 他說 不是受國禮的時候 乃是在未受國禮的時候 所以阿伯拉罕是何時清義的呢 阿伯拉罕的清義 是早過他行國禮的時候 阿伯拉罕清義的時候 其實就是他願意回應神 願意聽神 願意離開吾爾的時候 他已經被清義了 所以他說 這個就是阿伯拉罕所說的 就是他願意離開吾爾 他願意離開世界 跟隨這一位呢 看不見但是創天造地的神 這一刻開始 他就成為一個異人 他就走神的道路了 那麽他就被清義了 所以呢 就是回復回 就是refer 回剛才前面那一段 當他信神的時候 他開始走這條熟天的道路 之所以能夠走這條熟天的道路 就是因為信 所以原來當他信神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成為一個異人 他就跟著神 一直往前走 亦都是因為這麽特別 他走走走走的時候 後來又受了國禮 這個國禮其實是一個印記 這個印記是什麽呢 十一節 並且他受了國禮的記號 在他未受國禮的時候 恩信清義的印證 所以呢 他的行國禮呢 只不過就是對於他的信心來講 作為一個的證據 行國禮的意義 事實上就是這樣 因爲他已經離開吾爾 走一條跟著神的道路 所以神就跟他立約 神跟他立約的時候 就以國禮為一個的記號 所以這個國禮其實是一個記號 記號是什麽呢 就是證實他跟神之間有一個關係 他跟神之間有一個約 但是這個關係 這個約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呢 其實是他走走國禮之前 亦都應該這樣說 因爲有這個關係 因爲有這個約 所以他才走國禮 所以約是在國禮之前 那個信 當然就是在國禮之前 所以國禮只不過是這個信 約 信和約 的那個記號 所以從這樣去看的話 我們就明白 這個國禮其實是在這個信和約之後 來產生的 重要的是什麽呢 重要的是那個信和約 因爲有這個信有這個約 即使沒有國禮 這個信和約 仍然是確立的 它一樣會成就的 這個國禮只不過是一個證據 來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好像你簽合同 那樣 你簽了合同 之後你會給訂金 對不對 但是這個訂金 你給不給也好 那個合同有沒有效的 都有效的 因爲你簽了下去 它就有法律依據 只不過你未給訂金 所以 那個訂金只不過是一個誠意 還有那個訂金是證明我們簽了約 是不是 於是大家去履行了 但是就算你不給訂金也好 那個合同都有效的 如果他一直都收不到訂金的話 這個人其實他都可以採取法律行動 是不是 不在乎你有沒有給過訂金 他都可以按照合同上面所寫的 來到去追索你 或者怎麼樣 是不是 因爲那個合同已經是成效 所以呢 這個都是一樣 就是國禮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信和約的證據 有沒有這個證據 那個信和約都存在 都生效 所以那個信和約 是比這個國禮更大的 這個就是保羅提出的邏輯 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就讓阿伯拉罕站在一個很特別的地位 這個地位就是 他成為了兩邊的父 成為了受國禮之人的父 又成為了未受國禮之人的父 所以他被稱為信心之父 什麼叫成為未受國禮之人的父 那個父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一個 你可以這樣看 就是一個先驅者 或者是一個的 那個叫什麼 綁羊 綁羊 他是因為相信神 所以領受應許 然後接受這個國禮 所以如果我們跟他一樣相信神 即使我們沒有國禮都好 但是我們懷著同樣的信心 同樣對神的相信 我們的行為 其實跟阿伯拉罕未受國禮 前段的那個行為一樣 如果在那個時候神已經稱他為異 那麼我們同樣這樣相信神 跟從神 我們都一樣會被稱為異 是不是 不過我們在他之後 所以呢 當阿伯拉罕這樣走這樣做 而我們又要這樣走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 在信心上面 我們就好像阿伯拉罕的子孫一樣 他就是我們的父 他就是我們的榜樣 我們走他同樣的道路 所以他就成為了未受國禮之人的父 但是他也都成為受國禮之人的父 事實上國禮就是這樣 由阿伯拉罕開始在以色列裡面 一代一代的相傳下去 所以這個國禮 但是這個國禮 保羅再次強調就是 這些受國禮的人的意義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不單止受國禮 並且按我們祖宗阿伯拉罕未受國禮 而信之中職去行的人 就是說 其實守國禮的人 不單止要效法 那個肉體上的國禮的行為 更加要效法阿伯拉罕的信 如果你只行國禮而無信的話 其實這個就不叫國禮 這個只不過叫做一個小手術 相反就是 你既然有阿伯拉罕同樣的信 然後你又按照阿伯拉罕的方法 來去行國禮的話 那你就成為阿伯拉罕的子孫 所以其實原來 根本國禮與不國禮 最後那個最核心的地方 其實是在信字那裡 那個信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因為跟神有關係 國禮才有意義 國禮只不過是一個愛在的記號 所以這個就是第二大段 保羅所說的 其實就是說 信心是在國禮之先 因信而行的國禮 那個國禮才有意義 如果我們只行國禮而無信的話 那個國禮其實就算不得是國禮 就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所以兩段加起來 其實這樣我們看見 信才是那個核心 才是那個根本 那信會得著些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有這個信 我們才會得著應許 這個就是第三大段 我們看十三節到最後二五節 他說 因為神應許阿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若是屬服律法的人才得為後製 信就歸於虛空 應許也就廢棄了 因為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那裡沒有律法 那裡就沒有過法 所以人得為後製是本符信 因此就屬服因 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的後裔 不但歸給那屬服律法的 也歸給那效法阿伯拉罕之信的 阿伯拉罕所信的是 那叫死人復活 史無便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 直如經上所記 我已經立你作多過的父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恩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作多過的父 正如先前所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他將近八歲的時候 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 薩拉的身肉已經斷絕 他的信心橫視不軟弱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 總會有恩不信心裡起疑惑 反到恩信心裡得堅固 將榮耀歸給神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算他為義的這句話 不是單為他捨的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捨的 這就是我們這信神 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耶穌被交給人士 為我們的過飯復活 是為叫我們清義 一大堆說些什麼呢 因此 神應許阿伯拉罕和他後裔必承受世界 不是因為律法 是因為信而得的義 所以其實神應許阿伯拉罕和他後裔 會得著可以承受這個世界 其實不是因為律法 是因為信而得的義 其實是因為阿伯拉罕相信神 所以神才將這個應許給他 不是因為阿伯拉罕行國禮 所以神就賜他的應許 明明這個道理 就是說其實阿伯拉罕相信神 他跟著神離開吾爾 神就開始祝福他 當他離開吾爾越走越遠的時候 神給他祝福就越來越顯明 就越來越大 因為他在神的眼中是一個義人 所以神就應許他要承受世界 他離開吾爾 其實這個圖畫是很有趣的 這個圖畫 當時吾爾代表整個世界 所以他離開世界的 反而得著世界 得著的是神給他的 一個更新了屬神的世界 所以原來是一個換一個 我們很有趣 原來我們跟神之間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拉腳 我們很想要某樣東西 其實神就告訴你 你想要那樣東西 你就放下那樣東西 原來當你放下那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在神裡面真正擁有那樣東西 你很想得著名利 對名利不放手 你永遠得不著 你很想得著的東西 你就要先學會 為神去放下那樣東西 當你能夠為神去放下那樣東西的話 那樣東西就不是你的主宰 你不是他的奴隸 然後神就將那樣東西交給你 因為你可以成為他的主人 所以阿伯拉王很有趣 他為神放下了吾爾 放下了世界 神就應許將世界賜給他 所以他得著這個世界的應許 不是因為他行律法 不是因為他的行為而得 是因為他信神 所以神就樂意賜福給他 神就樂意將後裔賜給他 所以這個後裔 不是因為行為 不是因為律法而來的 如果是因為律法而來的話 那信就沒有意思了 是不是 那我們所有的人只需要靠 就是 我們原來搞移民就可以做萬國之父了 原來我們這樣搬屋就可以發達了 就是靠行為 所以其實不是靠行為 這個後裔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因為恩典而來的 這個是應許而來的 因為信而來的 所以這個信才是核心 其實呢 保羅華15節他說 因為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哪裏沒有律法 哪裏沒有過法 所以其實呢 在律法之下 人人都是在罪之下 是沒有人可以勝得過 所以律法所帶來的 是神的結果 是神的震怒所帶來的審判 那什麼叫做哪裏沒有過法 哪裏沒有過法呢 其實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 律法的功用是讓我們知道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這個法律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如果沒有一條法律叫做 不遵守交通規 這個交通燈號 那樣的話 你沖紅燈就沒事了 是不是 但是就是因為有條律法 就是要遵守交通燈號 所以你不遵守就成為了犯法 所以律法就是這樣的意思 律法是讓我們好像一面鏡一樣 照出我們的情況 讓我們看見我們所做的事情 對還是錯 所以如果沒有律法的話 就顯不出那個過法 所以當有律法在這裏的時候 就顯出那個過法 但是信和恩典比這個更大 我們恩著信的時候 即使我們是有罪 即使我們是有過法 但是這個過法可以被圖沒 在這個過法當中的時候 我們因為信的緣故 仍然可以稱為異人 這個就是恩典的意思 所以他說 人稱為得為後智是本符順 因此就屬乎因 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的後裔 不但歸給屬乎律法的也 歸給那效法阿伯拉罕之順的 所以呢 我們之所以成為一個異人的後裔 我們之所以 其實這個後裔意思就是我們跟他一樣 那當然異人的後裔都是屬乎意的 這一切的意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恩著這個信而來的 所以我們要效法阿伯拉罕的 不是效法他那個表面的角禮 那是要效法他對神那份的信心 那是要效法他願意為神放下吾爾 放下世界然後走神要他走的路 今天我們都是一樣 我們要效法的就是阿伯拉罕這個信心 我們願不願意因為要跟隨耶穌基督 放棄放下我們自己以前所捉住的世界 不走世界的路 乃是走這個屬神的路 所以吾爾就是這樣 世人都是向東 阿伯拉罕就是跟著神獨獨往西 所以完全是一個相反的道路 我們要效法的就是這個信心 那阿伯拉罕的信心是一個什麼的信心呢 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復活 洗無便有的神 所以他的信心不是相信世界 不是相信眼見的 他的信心是獨獨相信那個 就是洗無便有 叫死人復活的神 這個就是他的信心 他所跟的 他的信心是在這位 就是死無便有的神身上 所以他就跟著這位的神 一直往前走 所以神就祝福他 立他作多角的父 甚至他這個信心是一個 如何堅固的信心呢 就是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他恩信仍有指望 所以他成為多角的父 所以這個信讓他成為多角的父 什麼叫無可指望的時候 恩信仍有指望呢 後面就解釋了 所說的就是這個 十九字 他說 阿伯拉罕的信心是一個什麼的信心呢 一百歲了 將近一百歲的時候 其實他的生理上 身體上 如同已死的人 即是 他的身體狀況 已經再無可能生小朋友了 而且他老婆 月經都已經斷了 生育都已經斷絕了 去到這樣的地步 哪裡還有得生的 但是呢 照計來說 他應該絕望 照計來說 他應該知道 今生無望 也不會再有子女的 但是他的信心 還是不軟弱 他還是仰望神的應許 總會因為不信心理起疑惑 他連一絲的疑惑都沒有 他仍然相信 他會成為萬國之父 他仍然相信 他的子女 會好像天上的星 海邊的浪費了一樣更多 但是人就問他 你都沒得生 是不是 為甚麼你會有子孫呢 阿伯拉康的答案 可能是這樣的 是 我沒得生 按道理來說 我不會有子女的了 不過 我一定會有子女的 蛤 為甚麼 因為我的神 是一個 從沒有可以變成有的神 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做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做得到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會有子女 但是我一定會有子女 而且一定好像天上的海邊的沙 一樣更多 雖然我已經生育 即是我跟我太太兩個已經斷了生育 但是我們一定會有子女的 這個就是阿伯拉康的信心 他都解釋不到為甚麼自己會有子女 但是他只是相信一件事 神可以創造天地 神可以創造宇宙萬物 神可以創造這麼多的東西 是吧 神都可以突然之間就創造一個子女給我 不用陀 不用換片 不用在天上跌下來也不頂 或者是石頭上面爆出來也不頂 又或者 總之到 總之神就有他的辦法 變一些子女給我 甚至是好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一樣那麼重多 一定有他的方法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 甚至 又或者 可能阿伯拉康都會想 就是 可能到了時候的時候 我們的生肌就會恢復 他老婆的月經會回來 他的生育能力會重新有回 因為對神來說 有多難呢 天地萬物宇宙都可以創造了 是不是 那我這個身體 他要再整一整 有甚麼問題 有甚麼難度 有甚麼難度 沒有神只是 啪啪手指 一個這麼簡單的動作 那就搞定了 所以 到了他將近八歲的時候 他仍然是懷著這個信心 雖然那個方法是怎樣 他不知道 他不可以肯定 但是他知道 神一定做得到 所以他的信心 從來沒有軟弱過 而且他知道 神說得出 一定做得到 而且神說得出的話 是一定會成就的 這個就是神 天地是怎樣出現的呢 神說 要有光 就有了光 神說 甚麼甚麼 甚麼甚麼 就成就 神所說出來的說話 就成為一個具體的存在 所以神所說出來 你明不明白 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神那個能力 帶到的地步 他不跟人 人所說的話會落空 但是神說的話 不會落空 神說要有光 光就出現了 光怎麼出現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神說有 就有 神一說出來的說話 他就會在那個空間裏面 他就會變成事實 他就會產生出來 這個就是阿波羅漢的提見 天地都是因為神的說話 就出現了 那子女為什麼不可以因為神的說話出現呢 而且神的說話不落空就是這樣的圖畫 你可以卡通一點地想 如果神的口中說 蘋果 蘋果就出現了 神說香蕉 香蕉就出現了 神說甚麼就 一聲就出現 一聲就出現了 所以對他來說有甚麼難呢 還有他講出來的說話 收不回了 他一講就出來了 一出來了 那件物件就出現了 他就從沒有都變有了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 神說豬水要聚在一處 神說天要分 空氣要分開上下就分開了 神說要有這些星體 各樣東西 星羅其報就出現了 天空 他說甚麼就成 說甚麼就成 所以既然神是個這樣的神 祂是那個從無變有的神 所以阿波羅漢的信心就是這樣 雖然他已經過了生育的時候 身體如同已死 太太的生育都已經斷絕了 但是他的信心一點都沒有原諒 因為他相信神說的東西 一定會成為事實 所以神的應許必能作成 這個就算為他的意 是因為這個信心 神看中他 就當他是一個醫人 神欣賞他 欣賞他甚麼呢 就是欣賞他對神這一份的信 所以算他為意這句說話 二三次 不單不是單為他捨的 也是為我們將來 得算為義之人捨的 這句對我們就很有鼓勵了 所以這句說話 這個恩信被稱為義的這句說話 不僅是給阿波羅漢的 是給所有都能夠 好像阿波羅漢一樣這樣相信神的人 你都會成為義人 既然神欣賞人對神這樣的信 所以任何有這樣的信心的人 神都同樣地欣賞 明白嗎? 他就成為了一個type 即是他就成為了一個種類 所以凡是這樣的 都會得著神的稱義 所以這不是行為 而是他的信心 不是靠他自己做了甚麼 那是因為他相信 那個創造天地 從無便有的那一位的神 當我們能夠這樣相信的時候 我們就走阿波羅漢同樣的路 所以阿波羅漢就成為了我們的先驅 成為了我們的表述 成為了我們的樣板 亦成為我們的負 所以其實從這裏看的話 為甚麼阿波羅漢成為信心之負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當我們懷著同樣的信心的時候 我們就是阿波羅漢的子孫 就是一個這樣的道理 所以其實是因為這個信 亦都是因為同樣的信 使得我們的主耶穌 從死裡復活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對耶穌的信 都是跟阿波羅漢的信是一樣的 阿波羅漢的信神是可以從無便有 以及使死人復活的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相信耶穌是那個 從死裡復活的那個 我們的信心跟阿波羅漢是不是一樣 因為阿波羅漢也是相信 死人在神的裏面 死人是可以復活的 我們今天也都相信耶穌是復活的 那麼我們的信心 跟阿波羅漢的信心 都是同樣相信神能叫死人復活 是不是有同樣的信 所以當我們跟阿波羅漢有同樣的信的時候 我們都被稱為義 所以今天我們憑信心相信耶穌已經復活的人 我們在神的眼中都是義人 跟阿波羅漢一樣 我們都成為義人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耶穌的死是為著我們的過犯 因為祂要徒沒我們的罪 耶穌的復活是為我們 為著要叫我們清義 只要我們相信耶穌已經復活 我們就是義人 所以這個信是甚麼呢 就是信神叫耶穌復活了 信神叫耶穌復活的這個信 讓我們成為義人 好像阿波羅漢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恩信清義的背後 所以今天我們都要問自己 我們信神的時候 其實其中一個很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相信神是可以叫人復活的神 我們相信我們的主耶穌今天已經復活了 我們的耶穌活著 雖然我們今天眼裡看不見耶穌 但是信心的眼睛我們不僅見到 我們甚至可以捉得住耶穌緊緊的跟隨他 因為我們的主已經復活了 就是這個信心叫我們得以稱為義人 是神所體從 神的應許就要給我們 我們就成為阿波羅漢的後裔 我們就成為阿波羅漢的子孫 並且成為義人 義人必恩順得生 我們必定得著永恆的生命 我們要這樣與神連結上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要捉緊的信心 願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每個人都緊緊捉住我們的復活主 以至到我們有永生的確具在我們的手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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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到 這裡重鎮我們的神 讓我們每個人都帶著信心 得盡這一份的電影 星星 看見流淚與滅之地 星星 跟隨雲出我住太平 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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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只遜掉你的話語 再去人面前 那身有的聲 星星 看見流淚與滅之地 星星 跟隨雲出我住太平 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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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只遜掉你的話語 在去人面前 那身有大聲 盼望 和你 都贏你素地秘 平安 喜倫 無人能夠躲去 在一人的面前 你為我白色演習 這是我的身體 誰 跟隨雲出我住太平 星星 看見流淚與滅之地 星星 跟隨雲出我住太平 帥開 帥開 不幸只遜掉你的話語 在去人面前 那身有大聲 星星 星星 看見流淚與滅之地 星星星 跟隨雲出我住太平 帥開 不幸只遜掉你的話語 在去人面前 那身有大聲 愛我 愛我 能力 都贏你素地秘 平安 喜倫 無人能夠躲去 在地人的面前 你為我白色演習 這是我的神的宣告 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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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都贏你素地秘 平安 喜倫 無人能夠躲去 在地人的邊前 你為我白色演習 這是我的神的宣告 在地人的面前 在地人的面前 你為我白色演習 這是我的神的宣告 我們一陣子來開城 求生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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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拉罕這份的信心 更多的謙貫在我們生命中裏面 而且在我們生命中裏面 每一步都能夠跟隨我們的神 每一步都偏偏 並且要走進神 應許給我們的那個樂樂 你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个脚步 我要紧紧跟随 就在梦幅的道路 就给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勇敢跳出跟随你的脚步 跟我心在水面上 跟你走在过满点 曲曲折着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好你 要要更多束缚你 凡事出于 如果我就默言不语 就算经过黑暗度 就算遇到晚风雨 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你的脚步 拍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个脚步 我要紧紧跟随 走在梦幻的道路 就给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勇敢跳出跟随你的脚步 跟你心在水面上 跟你走在旷野里 曲曲折着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好你 只要更多束缚你 凡事出于你的 我就默言不语 就算经过黑暗度 就算遇到晚风雨 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就给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勇敢跳出跟随你的脚步 跟你心在水面上 跟你走在旷野里 曲曲折着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好你 我只要更多信好你 只要更多束缚你 只要更多束缚你 凡事出于你的 我就默言不语 就算经过黑暗度 就算遇到暴风雨 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经常说什么呢 说阿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阿伯拉罕信神 这受算为他的义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怎么可以走入这个义的里面 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不是靠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为 去让我们清义 今天罗马书的第四章 很清楚的 用阿伯拉罕成为我们的榜样 成为我们的例子 告诉我们 阿伯拉罕信神 这受算为他的义 今天神都跟我们每一个说 孩子 因为你受信 因为你的信 我就算你为义 好吗 兄姊姊妹 我们开声 我们开声为了这份的恩典 我们来开声赞美我们的主 不是我们很好 所以我们被揀算 不是我们曾经做过什么 我们被揀算 而是神话 因为单单 你的信 我就清理诡异 甚至是 我们都未信他之前 神就已经格算我们 让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福音 听过这个福音 打开我们的心 这个得救 本负因 也有人着信 全部都是一段 我们开声开声 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得着 我们开声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开声多谢我们的主 主 祝我们多谢赞美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有多好 也是因为你独独的恩典 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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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稿的一道 耶稿的福 ihnen 耶稿的福pm 神 101 那么好的东西 那么宝贵的东西 今天能够落在我的身上 主日全部都是恩典 让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奉仁 神啊多谢你 简设我们给我们听到 神啊多谢你的恩典 想到在我们的身上 以至我们听到 我们就相信 我们因着信 你就算为我的义 第一节目我们用同样一句经文 这里讲阿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今天我们都跟我们自己讲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名字 代入阿伯拉罕里面 我们就讲 好像我一样 迪迦信神 这就算为我的义 我们不停反复反复去讲 反复反复的 将这句经文 一路讲一路祷告 打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坚定这个信 坚定这个义 坚定这个得救 是啊 是啊 神啊我信 第三节里面说的是 让我信 大家信神 这就算为我的义 我信神 这就算为我的义 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 不是我用行为答够 是单单 因为我信神 我就被称为义 我就被称为义 主要这个是何等的宝贵 这个是何等的宝贵 主要求你今天坚定我的信 就好像阿伯拉罕的信一样 当日阿伯拉罕恩信 眼未见任何的事情 他恩信 他就离开吴仪 阿伯拉罕恩信 他未见任何的事情 他就相信神力的应许 他就相信他是多国的父 二十节里面说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喜而惑 反道恩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及神 今天的我们 我们的信 有没有阿伯拉罕那么坚定 还是我们的信心 会因为眼未见到的事情 神应去的未发生 又或者因为眼 现在见到的状况 我们就动摇了 但阿伯拉罕 年纪老了 此次都未出现 但他仍旧信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喜而惑 反道恩信 心里得坚固 好吗 兄弟姐妹 好吗 我们今天一起来为自己祷告 好吗 我们再 回忆 神曾经给过的应许我们 可能这个应许 到这一刻 仍然未出现 甚至不单只未出现 好像阿伯拉罕那样 哇 连过八了 未见到 环境 告诉我们 没有可能 不会发生 不会再有的了 我们的信心 就被动摇 但是今天 我们要领受阿伯拉罕 这一份信心的人工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终于你眼前未见到 但我的信 让我的心不起而惑 我的信 让我的信心 更加坚固 可否我们一起开声 开声来对祷告 特别是 神应许那件事是什么呢 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 当我信耶稣的那一刻 神应许我全家都信主 但今天我眼见的 我传的福音的 我的家人未信 甚至我有孩子的 我孩子未信 还越来越反叛 哎呀 我的心就疑惑了 有可能有弟兄姐妹 神应许你 如传很多福音 得了很多果子 不过 做来做去做来做去 都见不到 大神话 恩信心里 不要弃疑惑 恩信心里坚固 可否我们开声 将这件事情 继续吐过 求神把这个信心 摆在我们的里面 我不动摇 受敌你说再多的方言 都没有办法动摇我 我就是这样相信 神给我的意象 给我的应许是属实的 是一定会出现的 我要用信托着这个的应许 我要用信期待这个应许 我要用信坚固这个应许 必定成就 必定成就 我们进入灵里面 我们大声为这个应许来祷告 大声为这个意象祷告 就好像我自己 17岁的时候神让我见到 敬拜的天安门 好像现在眼见 还没发生 为何未到 大神跟我说 是用信来托着 终有一天我必定看见 并且我要参与其中 好吗 我们开声来祷告 经过我们的信心 经过我们的信心 以至我们继续可以一步一步跟随我们的主 主要兼顾我们的信心 以至我们可以用盼望 以至我们可以用期待 我们必定要等待 神帝应许的 这个意象一定要出现 我们所相信的 神帝说过给我们的信心 就要出现 主要因为在我们的心里相信 我们的主是活着的 耶稣是活着的 并且祂已经在天上面 壮着为王 这一份信 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眼睛 大开 神已经让耶稣活着 没有事不能够成就 神兼顾我们的 必然成就 特别神 放在我们身边里面的那份的意象 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份的盼望 必要成就 必要成就 圣灵已刻进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 健顾我们 主要我们真的跟你承认 单单靠我们自己 我们摆脱不到我们眼的圆弱 我们在这里的圆弱 我们在这里的圆弱 我摆脱不到我自己松的圆弱 我们真的信心 没有办法 健顾 但是唯独圣灵 圣灵帮我们 进入我们里面 进入我们的里面 神啊 今天我们向祢求 求祢对我们再 说一次 祢对我们的应许 再说一次 祢对我们的意象 神啊 今天祢亲自对我们说 这句要落印在我们的心上面 就好像当日你怎样跟阿伯拉罕说一样 那个应许 落印在阿伯拉罕心上面 阿伯拉罕就不疑惑 阿伯拉罕就心里得见过 我们意 tiver信在ini 将荣耀归及呢 可否以下我们一切再听一次 神对我们的说话 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阿似 阿伯拉罕 云 阿伯拉罕 阿伯 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主 我们多谢赞美你 主 多谢你再次的应许 落在我们的心上面 主 今天在这里 我们和你纳资 我们就要拿着神力的说话 拿着这份应许 一步一步的跟随你 不疑惑 更坚固 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你 荣耀你 荣耀你 好不好 弟兄姊妹我们最后 再用这首诗歌 成为我们的祷告 打入我们的心里面 跟随你的脚步 紧紧跟随 不动摇 还仍然未见 仍然跟随 你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轻步一步一步一步的 总是 主,你告訴我,我相信 我的腳步 我又靜靜地碎 住在夢幅的道路 主,我聽我的禱告 給我更多的信心 讓我勇敢搭出跟隨你的腳步 給你醒在水面上 給你走在荒野邊 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靠你 需要更多信服力 凡事出於你的 我就默然不予 就算經過黑暗谷 就算遇到暴風雨 在你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羅馬書四章十九節 她將近八歲的時候 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 薩拉的生育已經斷絕 她的信心患事不軟弱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 總會有恩不信心裡棄意惑 反倒恩信心裡得堅固 將榮耀歸給神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所以這就算為怕敵意 可否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為我們的心 你們去祷告 聖靈求你在這個時候 將好像阿法拉罕一樣的信心 放在我們的裡面 無論我們遇到幾大的困難 無論我們遇到幾個不可能的事情 叫我們的信心道不動搖 深信你的應許必能作成 深信你的應許必能作成 而這個這樣的信心 就要宣為我們的意 主你幫助我們 主你堅固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緊緊地抓住你 我們不憑眼見 但憑信心 主要求你將這樣的堅信 放在我們的裡面 使我們在你的面前 得以稱為義 是夢你所越納 是夢你所保護 是夢你所保守的 主我們多謝你 主我們仰望你 聽我們的討告 奉耶穌基督的命 Amen 感謝主 我們今天神討就到這裡 願主祝福大家 賀星 信心 靠